新闻首先来关心高雄市出现了第七例的本土登革热案例 这是一名家住在三明区安发里的女性 而值得注意的是呢 她和前两例的本土个案居住地是相隔不远 研判是同一波的社区群聚感染 而她在发烧期间还跑到台南的老家 并且到当地的医院就医 市府卫生局考虑要对她开罚 三明区安发里又出现一名登革热个案 防疫人员立即前往进行资深原清除和接触者採血等防疫作为 由于她和前两例的本土个案居住地相隔不远 为了避免再有疏漏 因此特别将防疫范围扩大到100公尺 有这个扩散的风险 所以说在整个面积跟范围的框定上面 我们不会局限于过去的大概50到100公尺 我们会尽量的往外围去执行 而由于证明个案即会就医 在出现登革热典型症状时 还在住家社区甚至跑到台南老家顾菜园 总共长达5天 在没有防稳保护措施下造成极高的病毒扩散风险 市府卫生局表示 个案如果有规避隐匿之嫌将依法开罚 比较不喜欢就医啦 那其他的状况都是自行服用成药 是不是有违反到我们传染病房制法里面有关拒绝规避妨碍的这个情节 我们会进一步去厘清 市府卫生局强调雨后积水容器增多 一定要做好寻道清刷等清除滋生源的工作 而如果有一次症状也要立即就医紧速通报 透过市民共同防疫才能够杜绝登革热在社区蔓延 港东新闻李一清赖昌邦采访报道